文憲以後 那個閻錫山 那個時候的守太原的主將 叫梁敦鴻 就山西省的副省長 叫梁敦鴻代理 抗戰 那王靖國也在那個時候暫時 被背負 他的大將 然後呢 這個 閻錫山有一個包妹 有一個算是堂妹 叫閻慧琴 這也會長得很漂亮 他是演藝山最愛的 堂妹 算堂嗎 他呢 他呢 那個時候啊 什麼都不懂 那鍵包會痛嘛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選了一個絕命的 絕命的 上面寫說 有五百萬人 共戶火拒 就一起 一起 那後來呢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份 老蔣復興逝世以後 因為要找一個東西把它花樣光大 那個時候 說閻錫山已經智慧武功了 把國防部長啊 行政院院長啊 還有總統全部 全部交出去了 那個 那個 蔣先生又說 我們建立一個 太原五百萬人總吧 就在這個地方 那太原五百萬人總在現在的 沿山飯店 就是以前的 台灣神社 前面的 叫警察官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那地方我有去找過 這裡一個叫太原五百萬人 它上面有五百個名字 那因為中共一直在文化大革命啊 內斷啊 它實在是管不了 管不了它 結果 結果呢 他們就花了很多努力啊 他們就花了很多的鼓勵 去做了一個叫太原五百萬人調查報告 說這些人都知道 因為有名有信 很好查嘛 對不對 他發現說 自殺或同歸於盡人 有四十六人 就是說 那個時候 因為為什麼 會不會這樣子 因為延期三號 在三十八年三月的時候 已經飛到南方去了 他那個時候不在太原 所以那個時候誰死 誰沒死 不知道 也沒有名單一趟亂 反正那個時候就沒有人的幸存嘛 對不對 好 也沒有消息可以出來 所以那些名字上自己寫的 好 這四十六個人裡面 有十幾個 有十幾個 就五百個人裡面 有十幾個是真的在上面 是真的自殺死的 好 那這裡面啊 有些人還活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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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